以你们的修行境界 会死得很快 大不了一起死 有什么好怕 书界上文 就在西陵铁骑快要充至青霞处 就在书院弟子们准备殊死一搏时 书院大先生李漫漫 以无惧神通来到青霞 他弹了一首杀人的乐曲 用一根木棍重伤了一名西陵大神官 做完这些 他来到联军中一辆马车前 间隔弟子们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苍白脸上的神情也终于有了变化 搁在双膝上的剑 似乎也感到了某种威胁 嗡名威震 两年前的那个秋天 他与大先生在剑阁里曾经相见过 当时他坐在谈判 大先生站在他的身前 大先生纵横万里 他的剑也能纵横万里 所以他虽然召回了那柄飞剑 但他很平静 因为他确信 大先生的境界再如何高妙 也无法威胁到自己 今日在青山之前的原野上 他再次看到这个书上的身影 有些吃惊于对方的进步 然而直到他一棒秒杀天语大神官 柳白才确定 那个温文尔雅的家伙 真的学会了打架 柳白缓缓伸手 握住微微震动的剑柄 脸上露出愉悦幸福的神情 世间有如此对手 真是可喜可贺之事 然而令他感到有些失落的事 李慢慢瞬间就离开了 就在他的身形消失的下一刻 青衣道人来到了青霞之前 原野上有无数双目光 落在这名青衣道人身上 因为这是织守官冠主 第一次出现在诗人眼前 叶红瑜对着远方青衣道人的背影跪下 恭紧低头 冠主看着原野间的一切 他大致猜到了战况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知道自己必须马上离开 他要拦住李慢慢 因为书院方面把时间插算得非常精准 根本没留给他出手的时间 但书院终究还是低估了青衣道人的实力 官主转身向南方原野间走去 右手随意向后一挥 身前出现了一道只有无惧境界才能看到的门 青衣道人的右脚踏进门内 身体也变得虚无起来 仿佛踏进了虚空 而就在此时 他向后随意挥去的右手间 多出了一道由空气凝成的剑 直刺青霞前如同草炉的棚 君墨盯着那道空气凝成的飞剑 手中的铁剑微颤抖 二师兄知道 那道虚剑蕴藏着多么恐怖的威力 为此他做好承受这道虚剑的准备 他准备好受很重的伤 可就在飞剑到达棚布大阵前 突然被无数道气息裹腹 所以我只听斯拉一声 那道虚剑深深刺进了一片黄沙中 这样的黄沙只在一个地方有 那就是四师兄从来不离身的那个沙盘中 下一刻四师兄的脸色骤然苍白 鲜血渐渐从唇里躺出 他把沙盘高举在身前 双手颤抖的非常厉害 四师兄的沙盘内另有乾坤 一杀便是一世界 沙盘里自有世界 灌主那道剑是虚影 山河盘里也是虚剑 所以虚剑被四师兄用尽全副念力 锁在了沙盘虚剑中 你不想看他 我可以看他 太阳了 我可以看他